创世纪第十九章 黄昏的时候,那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 当时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 罗德一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说 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的家里住一夜 洗洗你们的脚,清早起来再赶路 他们回答,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但由于罗德再三的请求 他们才肯跟他回去,进了他的家 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 烤了无效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 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 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 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 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 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 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们同房 罗德出来随手把门关上 到门口众人那里,说 我的弟兄们,请不要作恶 看啊,我有两个女儿 是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的 让我把他们带出来 你们高兴怎样带他们,就怎样行吧 只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到设下来的 你们不可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却说,滚开 又说,一个来这里寄居的人 竟做起审判官来 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还要厉害 众人就向罗德极力拥挤 他们冲前要打破房门 那两个人却伸出手来 把罗德拉进屋里去 并把门关上 然后击打那些门外的人 使他们无论老少都眼目昏眩 以致找不到门口 那二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 无论是女婿、儿女 或是城中所有属女的人 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走 我们快要毁灭这地方了 因为控告他们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实在很大 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地方 于是罗德出去 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 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 但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 天快亮的时候 两位天使催促罗德说 起来 带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被除灭 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 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带出来 安置在城外 二人把他们带出来以后 其中一位说 逃命吧 不要回头看 也不可留在这片平原上 要逃到山上去 免得你被除灭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请不要这样 看哪 你仆人既然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大师慈爱 救活我的性命 可是 我还逃不到山上 恐怕这灾祸就追上了我 我就死了 看哪 这座城很近 可以逃到那里 那只是一座小城 请让我逃到那里去 那不是一座小城吗 这样我就可以活命了 有一位天使对他说 这事我也答应你 你所说的这城 我并不请父 你赶快逃到那里去 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 我就不能做什么 因此 那城名叫索尔 罗德到达索尔的时候 太阳已经从地面升上来了 当时 耶和华就是硫磺与火 从天上 耶和华那里降于 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 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向后一望 就变成了岩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到他从前站在 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 以及平原全地观望 不料 看见那地有烟上升 好像烧摇的烟一样 神毁灭那平原上的重城 请妇罗德所住过的重城的时候 神纪念亚伯拉罕 把罗德从请妇中救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与他的两个女儿 一同离开索尔上了山 住在那里 他和两个女儿 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爸爸已经老了 这地又没有男人 可以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来与我们亲近 来吧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 然后与他同睡 这样我们可以借着父亲 保全后裔 当夜 他们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与父亲同睡 他什么时候躺下 什么时候起来 他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昨夜我与父亲同睡了 今夜我们再叫父亲喝酒 你可以进去与他同睡 这样我们可以借着父亲 保全后裔 当夜 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就起来 与父亲同睡 他什么时候躺下 什么时候起来 他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 罗德的两个女儿 都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鸭 就是现在摩鸭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 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便雅米 就是现在雅门人的始祖 碰到两个儿子 碰到两个儿子